Hello,我是Chem,欢迎以及感谢来探望悬更视频创作者 这期视频我想给想定特斯拉Model Y的小伙伴分享一下我的提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是5月17日交的订金,然后6月11日提到的车 我当时去特斯拉体验中心试驾了两次 一次是长续航的四驱版,另外一次就是这台标续了 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纠结这两个配置的话 你要是不差钱,你就上长续 我觉得长续外和标续外,它的差别不只是电池和多一个电机的区别 底盘的调校我觉得也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四驱的原因 那因为这个销售小姐姐啊,她可能看出来我只对标续感兴趣了 她就一直给我反向销售长续行 在这个小姐姐苦苦婆心的劝说下,我最后还是订了标续 然后呢我就交了订金 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交订金的话可以联系身边的一些车主啊 用她的这个引键去交订金,然后你提车之后呢 她就能获得3500的积分,可以兑换一些小商品啊什么的 反正不要白不要嘛 我呢就是因为订车的时候太小白了,然后就疏忽了 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交订时间啊,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在我看来呢遵循一点就行了,就是不要年底提车就够了 那比如说今年23年年底提车的话,到时候你买二手车它也算23年的车 那你就不如年底交订金,年初提 再一个就是如果要是大家交完订金之后呢 千万不要去购买焦虑啊,就是所谓的一些特斯拉大神啊 预判各种降价啊,各种福利啊 我当时也动摇过,因为各种视频啊,大数据给我推 HW40要来了,各种降价 但是持续了两天,我纠结了两天,最后还是坚定下来了 因为我去翻了一下去年的视频,好像说辞都一样 关于地补啊,我觉得地补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靠谱一点 但是这个地补呢,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提车的动机 因为很有可能你抽不到地补 我当时在的这个特斯拉交付群里呢 300多个人,也就三个人抢到了 也就是这么个概率,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聊一下交付啊,交付的时候呢 会有3M或者龙膜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你推他们家的太阳膜 当然了,我是拒绝的,因为我朋友给我推的天幕店呢 价格更实惠 再一个呢,就是我在的交付群里啊 有一些小伙伴提前在12123上选好了自己的号码 但是我的交付呢,跟我说先不着急选号 因为就像我是11号提车 但其实我的车子呢,是9号就生产出来了 因为这个车价号太新,车管所的同步没有那么快 很有可能你在12123上选号的这个时效性已经过了 车管所还没有同步过来 所以呢,大家交付的时候呢 可以先从这个爱迪数据上查询到你的这个车价号 然后再去12123上选号 也不迟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选配啊 一开始呢,我定的是白外白内19寸轮毂 但是后来呢,我看到了S和X的米白色内饰 然后我就发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后来呢,就取消掉了选配 轮毂呢,也没有选20寸的 因为呢,我中毒了一款改色方啊 就是这个JT银,还有这款大饼轮毂 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搭配了 有点科幻片的小车的感觉啊 这个呢,我们下期视频再说啊 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Model Y的用车经验 还有一些特斯拉的小配件 好的,我们下个视频见